教育资源共享细致北风国小得天独后 校内就有体育馆里头还有游泳池 所以学生们从三四年级就开始学游泳 而这两年北风国小更是推资源共享 邻近的金龙、北港、张树国小学生也都来学游泳 希望让更多学生都能够享受游泳乐趣 泳池里头北风国小学生正在展开集训 因为他们又要参加重要的游泳比赛 北风国小推动游泳教学已经好多年 自从有了体育馆之后就不用再到校外练习 目前游泳教学更是列为校本课程也是学校特色 不过星期三一早来到体育馆的游泳池 看到的却是陌生脸孔 虽然同样是学生 不过这一天来学游泳的却是金龙国小六年级小朋友 目前来到我场馆使用的是金龙国小 那除了金龙国小之外 我们上有推到张树国小北港国小等 那我们的场域非常的安全 师资也很棒 那也希望说给附近的孩子有水域安全的概念 那推广游泳教学呢 也是北方的特色课程 也希望这样一个好支援跟大家共享 因为学校本身没有游泳池 所以就带小朋友来到学校附近的北风国小来上课 那来的小朋友是六年级 那因为他们毕业之前都要接受测验 所以呢 小朋友都要具备有基本的游泳能力 星期三由体育组长带队 六年级学生连上两节游泳课 才开学一个多月 大部分都是从头开始学 因为金龙国小学校里并没有游泳池 所以也安排孩子们来到北风游泳池上课 希望让学生在毕业前都能够通过游泳测验 对于来学游泳孩子们都好兴奋 喜欢因为可以玩水 然后自己本身不会游泳 然后可以游就游会了就很有成就感 我们学校没有游泳池 我们来这里我们喜欢 因为我们可以游泳 可以学习如何游泳 然后非常感谢新本师给我们钱 让我们来这里游泳 我喜欢游泳是因为可以消除 喜欢玩水还能够学游泳 孩子们好开心 教育资源分享 目前北风国小体育馆 包括邻近的金龙 北港 张树国小学生 都会安排时间来学游泳 希望让游泳技能向下扎根 就成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